各位你知道吗 大快人心啊 就算把你美国日本花3000亿花6000亿 咱也绝不出售 全球唯一专利盖不售卖 到底是什么技术咱这么厉害呢 这么说吧 全球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硬是被咱们中国给解决了 那就是核废料的如何处理 之前你知道吗 日本宣布把核废水啊 直接排放到大海 就遭受到适应的唾弃 就连美国他也想不出更好的高招 来解决这个核废料和污染问题 他们长期积累的核废料 你知道吗 高达10万吨呢 光是在无人区建的仓储仓库的费用 耗资数千亿啊 而我国呢 研发的启明星二号 它不仅可以使这个燃料利用率啊 提高95% 而且呢 还可以将这个核燃料消耗的时候 产生的废物再循环利用 换句话说 就是启明星二号呢 不仅可以使核废料失去放射性 而且呢 可以将这个核废料释放的能量 再次转化为电能 而且它的残渣剩料 还能再次利用 取得了一举两得三得的效果 所以啊 启明星二号的测试成功 那至少是20多个国家 前来咨询咱们 希望和咱们中国进行合作 日本表示愿意出钱3000亿美金 美国愿意出双倍6000亿 来购买咱们这项基础 但是 最终都被咱们中国拒绝了 核心基础 是国家强大背后的后盾 是在国际上获得尊重于话语权的保障 我国必须牢牢抓在手上 因此中国对外实施技术技密 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合规的 因为咱们过去受到太多的西方人 国外人 那些技术发达国家的驱逐 国外也对咱们中国实施了技术的技密 未来中国必将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能 为伟大的科学家点赞 为咱们伟大的祖国点赞 在这边